我们继续我们的史诗记的精读 今个星期我们其实就是去到最后埋尾的时候 但是下个星期我们还有一堂 我们希望回来总结很多东西 亦都是用这些时间去思想一下 我们如何去形容史诗记当中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如果你之前一直有跟我们一起的时候 你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看一个很大的图画 一个整个圣经的图画 跟着一个史诗记的图画 跟着我们进入史诗记的主体的部分body 那部分我们看了两个大史诗 那部分说真的都挺好玩的 觉得有得笑一下 跟着有很多很特别的这些写作的手法 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史诗记最终的信息的高潮 那个高潮也是那个低潮 是在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终结就出来了 如果你上个星期在这里的时候 你应该开始看到史诗记那个时代的黑暗 甚至你应该是看到史诗记那个时代的黑暗 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况 都有一些相似的 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看最后的那个尾 就更黑暗一点的 但可能黑暗到一个地步 我们觉得跟我们无关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都是想你 不要这么快就觉得 最后这个没有均衡的日子 跟我们无关 其实很有可能 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 今天那个挑战就是 我们要看三章圣经的 OK 我们又不会读完三章 我们读一章 但是我跟你看的时候 跟你看那个架构 一定要看三章 你才可以看到 究竟他们讲什么 开始的时候 我都是想和大家 有一齐祈祷的时间 你记得我们所谓要做的好功课 就是要好好地读圣经 好好地去思想史诗记 好好地切切地去祈求 我不太知道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个星期说的什么 其实里面的东西是挺复杂的 我有姐妹跟我说 听了几次都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明白 记不住了这么多东西 甚至你看回米家 at the house of Michael 米家家里的事 你还是觉得米家都挺熟灵 家里做过建国祭坛 你明白吗 我们今天教会 香港太忙了 都已经不会做这件事 可能有时候 牧师还是希望 你在家里也要有一个崇拜的祭坛 你看到米家在做这些事 好像觉得他很熟灵 但其实他完全是黑暗的 我们未进入今天的时候 我要做些什么呢 我想和大家祈祷 我想用上个星期 我们学过的东西来做祈祷 OK 首先我们要复杂一下 去温习一下上个星期的功课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星期 香港都是考试的 很多中学生小学生 很紧张 我们不用考试的 不过我们都要温习一下才行的 上个星期的题目是 很特别的 当你去到最后总结的时候 再没有史诗这件事 他们也不需要 和外面的人打仗 是吧 我们说 如果你看一和二的时候 他们在说是很多外患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敌人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跟他们去欺压他们 接着我欺压了多少年 接着上帝兴起了史诗 史诗打赢这个外患 让他们有和平多少年 是吧 但由头到尾其实是 试试着他们的心 试试着他们的心 他们的心会不会回转 回到耶和华身上 OK 其实当然你也看到 他们的心开始败坏 但是如果你上个星期在这里 你会发觉是没有外患的 但是有什么呢 有内忧 没有外面的人 但是他的内忧 上个星期是不讲史诗的 是讲祭司 今个星期你会发现 会继续讲祭司的 会有另一个主角 叫做一个利美人 OK 就是说他整个内在的敬拜系统 完全失控了 最后令以色列人死的 不是外忧 是内患 你可以想一下我们 如何为今天的教会祈祷 你想想你会想到的了 如果你上次记得的话 我们说不单止是一二三 也整个结构是ABA 原来他开始的军事上的失败 是平衡于最后的结束 就是敬拜上完全的腐败 内战引发的悲剧 开始的时候是说军事上 结束的时候是军事上 开始上军事上是打外面的人 打外面的敌人 最后的结束是打内战 自己有打自己有 所以今天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是在打外面的人 他们是在打自己有 上个星期我们所看的 在一个敬拜上完全的腐败 也是刚好平衡了 在属灵上的完全失败 而在当中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给了我们结束结论的时候 他给了两个Temporal Markers 就是他给了两个人的名字 因着这两个人的名字 你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 就是他说这个时候发生的 是约拿丹 约拿丹是谁呢 摩西的孙 跟着菲尼哈 亚伦的孙子 这个是这个星期的 摩西和亚伦是兄弟的关系 他们的孙就等于 约书亚的儿子那么大 约书亚和摩西和亚伦争 一个Generation 即是变成了 无形之中 他开始的故事是说约书亚死后 约书亚死后 即是约书亚的儿子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是说 摩西的孙 亚伦的孙 即是说其实两个时代 是同一个时代 这是很令人害怕的 你想着中间是两个陀船 不断转不断转 不断转 衰了三百多年才搞到最后的收场 原来约书亚死后 摩西的孙的时代 约书亚的儿子的时代 其实他们已经在下黑雨了 你记得上个星期我说我们的想法就会想起初是黄雨 然后是红雨 然后是黑雨 其实到你看到最后你心里很寒 他原来不是信赤罪寫的 他是告诉你原来约书亚死后 已经是黑雨诞生 于是这帮人 这帮人包括他的使司 和他的祭司 都是在黑雨当中长大 很黑暗的地方 于是 如果你记得我上个星期说 士司有点像后来的先知 先知和祭司 两个系统 结果是完全粉碎了 以色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呼喊 他需要一个君王 这个君王要一个人担三个职份 他要是最好的君王 他要是最好的先知 他也要做最好的祭司 唯有这样他才可以 将以色列人从这个黑暗里面拯救出来 那人是谁呢 你看到整个圣经的大图 你知道是指向主耶稣基督 再温集一下 上个星期 At the house of Micah 在米家的家里面有五件事发生 很有趣的 有五件事发生 一件比一件坏 开始的时候 有个家庭的偶像 雕刻铁住城 接着他将这个偶像 将家里变成一个地方性的神殿 接着还按纳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 这些事情表面上好像是好事 其实完全是坏事 因为他完全是不跟上帝的论法而行 接着他找到一个利美的少年 接着找利美的少年 承计了做祭司 他以为一定会祝福他 但你记得少年人是不可以做祭司 他要起码30岁 即是说这个少年很有可能 根本就未够成 甚至你一定要是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 他不是所有利美的后代都可以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利美的少年 其实是摩西的后人 其实他不应该做祭司 从头到尾告诉你 这个他的堕落不断地扩散 由一个家庭变成一个神殿 然后变成一个更大的神殿 然后被但发现身价急性 但是十二支牌是其中一 于是那个人说 不如你帮我们去做祭司 就不需要自己为一家普通的礼拜堂做祭司 而最后 这个神殿 是搬迁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扮征服的地方 在那里成为当地一个非常之 很多人去的一个神殿 直至公元前721年 被老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大概上个星期说过的东西就是这样 然后中间夹了两个 那时候以色人当中没有 OK 究竟整个故事 有两件很大很大的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再做了耶和华 在整个故事里面 耶和华的名字是不断出来的 但是每次出来都是被人全部曲解 耶和华 耶和华本来是第二件不可以有形象的 但是第一件事他们是做了耶和华的形象 他们经常做很多东西都是以耶和华的名字 其实他们是网用耶和华的名字 由头到尾 他说耶和华 祝福了耶和华 什么的他们全部都是错的 OK 最得人害怕的就是 你口口声声叫耶和华 但是那个再不是圣经里面的耶和华 所以最得人害怕的不是 我们再不呼喊耶和华的名字 最得人害怕的是 我们不断呼喊耶和华的名字 但是我们所呼喊的其实是黄大仙 这样就对人害怕了 OK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应该记得的 就是阿旦呢 说到当时他还没有地 于是他们继续去找 但是其实呢 但是已经有地 上帝已经给了一块地 但是这个地上面呢 是会有敌人 但是应该要征服那个地 但是征服不了 于是想第二条屎子 就是什么呢 找一个地方是没有人 是很容易打的一场仗 于是他们 用这个新的征服 说这个是上帝给他们认许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于是 最后的故事是说 他们成为一个偶像之家 他们是 是财窩 你记得后来我还说 北有北财窩 南有南财窩 是吧 财窩燒不尽 春风吹有生 到耶稣出来的时候 耶稣说上帝的殿 也都变成财窩 财窩是什么意思呢 他将上帝的敬拜偷了 OK 我不知道你读这些故事 你对现在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是很令人害怕的 因为好像现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全世界的教会 甚至是华人教会 早两个月我在晚堂讲了一篇道 讲了一篇道的时候 之前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给了三幅漫画给大家看 那就是一个很抵死的 一个讽刺教会的漫画 他说今天的教会是什么呢 就是派那些人出去传福音 那些人看一只船 好像是罗亚方舟 去救人 那救完之后 很有趣的 救完之后 就将这些人送上一条船 那条船叫做快乐游轮 很开心的 在上面开派对 有整班人一起玩 但是你想想想又很奇怪 为何救了人之后 不放上岸 应该是上岸 如果你看第一幅漫画的时候 你会发觉 原来那只大游艇已经在后面了 这个快艇救了人 传了福音之后 信了那些人是带去这个大游艇 第三幅画 就是最后的特朗普卡 这个大游艇 原来 你可能看不到 有个名号 游艇叫什么 Titanic 所以这个游艇 是最后会沉跪了 你明白吗 有没有想过今天的教会是这样的 我们去传福音 其实传弹的福音 传弹的福音 传弹的福音是什么 就是那些难的东西 很难叫人做 于是传一个很容易的福音 大家都上船了 上船了 不是带他上岸 不是带他上十字架面前 是上去这个快乐游轮 今天教会就做快乐游轮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教会就是concrete 不是我们教会 我意思是说 很多我们外国教会 其实是country club 大家成功人士坐在一起 聊聊聊天 聊聊谷 然后等待以后上天堂 其实有没有想过 是一个铁达尼号来的呢 很令人害怕的一件事 是不是 我今个星期在看一本书 他很有趣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讲这个作者的一个经验 那个经验是什么呢 他说有晚我睡不着觉 于是他就起床看电视 这个是美国佬来的 他说两三点晚上 你说电视机有什么做呢 他打开电视 原来在买广告 你的Infomercial 就是人们卖广告 那买什么广告呢 就是买一条皮带 很震的 就说你带着那条皮带 几天就会瘦几寸 你明白了 那些 然后很便宜的 9.99 就是这样卖的 那他开始看起来 觉得很棒 然后他想一想 为什么这条皮带 要是晚上三点钟 就是夜难人证的时候 才卖呢 然后说 只是这间公司 有得卖 只是电视可以有得卖 又卖得很便宜 美国为什么可以有一些 其实是垃圾 你买了就知道是垃圾 为什么要在两三点晚上的时候 买这些东西 因为人家以智力最薄弱的时候 通常那些人睡不着觉 美国是有一班人睡不着觉的 晚上又很累了 接着就在看 接着觉得很不舒服 于是就要做些事情 在这样的 就是以智力极薄弱的时候 就做了这件事 有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传福音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传福音 都是等人家 已经在床上死过一刻 就去传福音了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去传福音 是有效的 那其实你是不是有没有想过 就是其实你是 就是 你是趁人家危机的时候 是不是 接着意智力比较薄弱 他以为可以 你签吧 那样 为什么我们的福音 不是那么powerful 可以prime time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不会反对那些人 就是你病重我去和你传福音 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教会里面 十个信主耶稣基督的 十个见证 都是三点钟晚上 打电话去信福音 一定有些问题的 初期教会不是这样的 保罗传福音不是传给那些 意智力极薄弱的时候去传的 其实福音是厉害到的地步 你人生最顶峰的时候 在上帝眼中 你仍然都是很不好的 你明白吗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听福音 你在人生顶峰的时候 听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才知道你信的时候 你真的信 如果你很低层的时候 你信 我怎么知道你后来 攀上去的时候 你还信不信呢 其实你做教会久了 都知道 很多人 他不知生癌症的时候 他说信了主 然后还回到教会 做个见证 是吧 但他真的好了的时候 过几个月 不知道他去哪里 是吧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究竟有没有信 他信了什么 真金不怕红楼火 如果我们真的有 这么宝贝的福音 我们不用用这些招数 是吧 我们可以 真是用一个真福音 带他们来十字架面前 送他们上岸 一起奔跑天路 背起十字架 不信就不信 是吧 我们不是要靠 commission 入天堂 是吧 我们完全不需要 找这些快乐 游轮这些事情去搞 所以你问今天的教会 挑战的问题在哪里 我想Bondhofer 我其中一个很喜欢的一本书 The Cost of Disciples 我想大家都听过 Bondhofer一句说话 已经击中了 Cheap grace is the deadly enemy of our church We are fighting today for costly grace 廉价的恩典 是今天教会最大的敌人 致死的敌人 我们今天所争 所以要去斗争的是 是蠢架的恩典 Costly grace OK 上个星期很有趣 我讲完这个 讲完那篇《史诗记》之后 我们有两位同学 不是在一起的 就送了这个漫画给我 这个是一个叫Andrew Chai的牧师 很喜欢画漫画 简单来说 我读一些给大家听 他说 当你只告诉人福音的好处 却隐瞞信福音所需要的代价 为了要让人更容易 轻易接受福音 那你不止在欺骗对方 你也在欺骗你自己 当然 他这里 我不是完全赞同他所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 当你告诉人福音的好处 隐瞞福音所要付的代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福音要付的代价 其实是福音的好处的一部分 你明白吗 耶稣的比喻 就是什么是天国 就是有个人见到一个 极美丽极宝贝的珍珠 是美丽到宝贝到一个地步 他会卖掉它一齐 然后买了珍珠 你明白吗 如果 如果我说 你相信吧 完全免费的 什么都不用的 哪有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值钱 如果我要卖掉我一齐所有 我去计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真的值钱 你明白吗 分别是这里 其实我们不敢去和别人说这个代价 其实代价就是说 他的价值很高 是吧 为什么要付出代价 因为他最后 那个价值 仍然超越你所付出的任何代价 所以那些东西才值得我们去追求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卖那些 很低的货品 我不知道你 我又不是很熟悉 不过你知道 外面卖的东西 香港市面上卖的 要么是最便宜的东西 最便宜的东西去买 要么是最贵的东西 要么是最贵的东西 有没有想过 那些人为什么要去买最贵的东西 因为它有价值 如果我们的福音 是不需要付代价 那就是说我们的福音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现在可以和别人说 是需要你一切 你一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给你的最后的payback 是超越了你所付出任何的代价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耶稣说的 这是保罗说的 彼得说的 约翰说的 因为他付出了所有的代价 他仍然都说 good deal 这样才是福音 这样才是福音 你去看新約里面所有的作者 保罗也好 彼得也好 约翰也好 他躺在身上 死了 然后说good deal 这样才是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 就不可以这样传福音 但是你想想 彼得的问题就是这样 彼得创造了一个新的福音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 轻易找一个最容易 进入这个应许地的地方 然后打了一场 根本就不是打仗的仗 然后就跟他说 我现在进去了 其实就是因为 但这样的容易的福音 就是创造了今天教会 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导策之家 拆窝 拆窝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 有这么多 软手软脚的豆腐兵 如果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全福音的伴 起点出了问题 于是我们不断继续 不断继续 一个教会里面 越来越似的拆窝 其实大家来教会 不是去跟着上帝 大家来教会 纯粹找好处 接着就是要一个很廉价的福音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好的 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帮助我们去祈祷 你说怎么祈祷 我给你几点就可以了 用回我们刚才所说的 上个星期的 我们在公理堂 我们现在要教会要复兴 我们要复兴 不是说公理堂教会要复兴 全世界教会都要复兴 那我们可以有几点 总结一下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不怕外患 只怕内忧 你可不可以锁这件事进入你的脑袋 那问题不关香港事 不关上面事 不关Trump 不关Teller 不关Isis 可不可以这样锁进你的脑袋 其实教会是一个很厉害的 entity 他去到什么环境都可以 他在什么环境里面都可以发光 只要他搞定内忧的问题 他里面强壮 他不介意外面是任何一个环境 完全是没有害怕外忧的 完全是内患的 外患是完全没有问题 是传媒内忧 第二 我们需要的 如果你记得那段圣经 上个星期我们所看的所有圣经 那些人是差不多先生 哦 我有个祭司 我有个利美人做祭司 其实差不多 那就算了 其实不可以 我们需要有的领袖 是要认识上帝的话语的领袖 不可以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今天很多人做事工 都是不断以抽段圣经出来 差不多先生 我可以这样说 大体上你星期六星期日 或者每天在电视上可以听到的牧师 大概都是差不多先生的了 如果你precise 你知到你圣经多一点 你听下去都很容易的了 你知道他很危险的 我们需要有上帝的道 在我们的领袖当中 跟着有圣灵充满 即是怎么样 你要有勇气的 因为你要讲一些东西 很多东西是不适合的 OK 我们需要时代的先知 你记得我们要有 君王 先知 祭司 所谓时代的祭司 我不是说要评论政治那些 是说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需要 是什么 就好像看到我们前面 不是害怕外患 而是害怕内忧 就是等等 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向上帝 讨告的制线 OK 我们要随灭我们当中的偶像 要赶走我们的道策 你做牧师没有办法赶走人 是吧 哪个喜欢进来教会 我怎样会赶走他 我当然想去听道 但我也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 他说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真的 很着意地去讲上帝的道 很有可能的教会 一定会先人少一点 人少一点才可以人多一点 你明白吗 有些道策是受不了他 因为他习惯这个 拆窝 突然间这个拆窝 再不是拆窝 很不舒服 于是可能他要走去旁边的那间拆窝 都可以 都是好事 所以我们如何去除灭我们的偶像 赶走这个道策 十架天路才是真实的允许 不是但那一只 就是背十架的天路才是真实的允许 拆窝不在 万国圣殿 你记得耶稣最后说 不可以再拆窝 而是万国土的那些 这个除了是说我们要 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要有英文崇拜 国语崇拜 那就是万国 而是说真正的圣殿 你也是跟随耶稣 OK 那讲究了 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 大家去祈祷 好吗 就用这几个点 我们一起去祈祷 主要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我们自己祈祷 主要是我们未为教会 为其他人祈祷之前 我们先为我们自己祈祷 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敢说我们自己是完美 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熟灵的危机 很多的懒惰 主如果今天活在今天的世界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真正认识你话语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去行 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认识你 真正的认识你 我们的祈祷要合乎你的心意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要朝向你的国 你的义 求祢祝福我们当中 每一位在一起去思想事实记的大兄姊妹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沉重 但亦都让我们可以看见最终的盼望 因为圣经没有在史诗记那里完 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活在史诗记 那我们就真是哀哉了 而我们知道史诗记仰望着一个真正君王的来临 不是大卫 而是耶稣基督 他不单只是那个完美的君主 他更是我们的大先知 我们的大祭司 他为我们写生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升天 创造一条生命之道 让我们可以跟着他 背起我们的十指甲 回家去到上帝的面前 还有帮助我们继续去听 继续去祈祷 让我们跟着下来的这段时间 不是思想我们自己想圣经 和我们讲什么好处 而是我们听你对我们的呼召 听你对我们的警告 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面前 切齿的祈求一个教会的更新 祝福我们一起听到思想的时候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着耶稣基督明求 谢谢大家